演唱 字幕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神遊inthehouse 外語不保證班 我是主持人阿萱 我是主持人哈哈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你看喔 泰國人其實是一個 非常溫柔的民族國家 那阿萱有沒有很好奇 在這種那麼溫柔 又有氣質的民族國家 到底生气的时候都怎么来 我相信他们即便在怎么温柔 还是一定会生气 因为泰国真的很热 有时候火气就会这样上 真的 你去过泰国吗 那种感觉就是 你好热 然后就热到不行了 那种感觉 火气就会上来 所以我们今天要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泰国人到底是怎么样去 那个叫什么 骂人 教训别人 那我们先来 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 阿蜜以及尼文老师 老师好 老师好 你好 老师 问你 像是我们台湾人 都会觉得水果这种东西 是很好吃的 然后就会来形容说 你长得好像草莓 或者是你很像苹果 可口的感觉 苹果鸡红红的那种感觉 在泰国是不是 其实在这一个部分 不能乱讲 对 因为草莓 它其实是外来语 泰国没有直接的字 所以就叫 然后这个 泰国有一个字是 专门骂那些表里不一 然后爱说谎 习惯性说谎的人 叫做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字太粗了 所以就把它用水果来影射到这种人 就是草莓 所以如果在网路上的话 在聊天过程中 就曾经网路上有过 就是明星互骂 然后就有人把草莓 PO上给另外一位明星 然后的意思就是指说 你是一个很做作的人 所以草莓在泰国来说是一个表里不一 然后会说谎的人 那其实不太好 然后像那个中国会说牛逼 对对对 就是很厉害很厉害 哇你这个人真牛逼啊 你这个人真牛逼 对类似这样子就是说形容这个人非常非常厉害 或者是某方面特强这样子 有什么特强这样子 对 那在泰国是不是也有 就是牛的意思也是这样吗 但是我会先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你在泰国 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说 你很牛 因为牛在泰国是骂人的意思哦 他是骂这个人又笨又懒惰 为什么牛不是一个很 最勤奋工作了 他帮我们耕田 就被泰国人觉得是一个很懒惰的动物 对就是因为牛的耕田 他并不是自己去耕田的嘛 他是要有人拉着他 他才会去耕田 所以对泰国人来讲 其实你说他是牛 就是比如说你是 那一定就是一种骂人的意思哦 所以是牛草莓狗 这个也不行嘛对不对 狗不行 狗 狗应该基本上到哪里都不太行 不行 因为英文也有那个什么 一开头的那个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到泰国啊 可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泰文的基础就没多少 如果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分辨说这个人今天跟你讲就是在骂我 或者是怎样 对啊 其实还蛮容易分辨的 语气 就是说对泰国人在骂男生的时候很喜欢用I这个字 就是比如说他会突然间对着你说 就是骂说你这只狗 对那如果是女生的话就会用I这个词 他就会说比如说 就是你这个神经病 神经病这个要学一下 就是专门骂女生神经病 对 其实他I的音就是其实比较常拿来形容女生 那I就是常是拿来形容男生的 神经病就是矮肉这样 蛮错诶 举一反三好学生好不好 语言天才 所以I跟I其实是有男生跟女生的差别 那像台湾其实还蛮多人都很喜欢自称自己是花 阿花不是阿花 小花或者是郁金香之类的 就是很爱以花自称 那在泰国其实花这个字也不能乱用对不对 其实花千万不能形容女生是金花 金花 金花是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我有印象 因为他就是在形容就是一个很随便不检点 然后水性养花的女生 对是蛮严重的 而且有触犯到法律 这会触犯到法律 所以其实在那边不能乱讲 人家是精花这些事情 简称 然后再加上这个一字 天啊那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骂人的词 那像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个女生的好朋友 然后他超爱去夜店 那我可以就跟他开玩笑的方式 就说诶 这样吗 基本上是不建议 不建议 你可能会被法律制裁 就直接被抓起来这样子 是哦 对 哦那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花跟水果跟动物这种东西在泰国来讲 是一种另一种表达的东西 那有没有那种话就是你只要一讲出来 人家一定是拿着铁棍啊 强弓 笑字笑死笑白那个冲出来 断你的手断你的脚那种 其实在泰国的话会有几个词是非常严重 就是你如果讲出来可能女生会直接甩头就走 要不然就找他的朋友来把你打一顿 灌水泥 对 做成那个削波块 对 肉酱 就是说你不能跟女生说咖喱 咖喱 对 因为女生就是在泰国 咖喱这个词是形容某种特种行业的女生 所以其实他听到之后他会非常非常生气 所以即便说泰国的某种行业已经合法 但还是不希望有人会这样子称 对 其实是非常冒犯 因为其实心里面还是希望有被尊重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样讲人家还是会生气气 真的 那如果说有那个我记得一个什么犀牛 rap吗 对 犀牛好像也不是一个可以说的词 对 他其实跟肉酱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也是水性养花不知检点的那个意思 对 哦 那其实是因为犀牛他有一种特性 就是母的犀牛会跟很多不同的公犀牛交配 可是犀牛快绝肿了就体谅他们想 哈哈哈哈 对 但是他可以繁殖多一点的犀牛 对 好啦 这开玩笑 泰国里面 就是我们带团去泰国的时候 常常会跟客人说 就是提醒说 你们到了泰国啊 入境泰国都不能去对那个什么 皇室的那些照片啊 图片或指指点点 或者是讨论他们 我听说好像有国外的旅客进去 然后可能喝醉酒不小心 在那个皇室照 就是国王照片尿尿就会抓去 这台湾也会被抓耶 这是超没礼貌的耶 不是可是他们是直接关到 他 关到就是到听说到现在还没出来是真的还假的 他是直接被关起来那一种 对 天哪 应该是说泰国的皇室他们有非常崇高的身份地位 如果一般的平民有机会见到皇室的话 应该算是无上的光荣 所以除了这个光荣之外 我们在面对皇室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都是贵姿 或者是敦姿 就是你不能高于他 所以其实对于平民来讲 皇室是不可以冒犯的 我们也不太会去谈论他们的这个生活啊 或者是对他的一些穿着去进行一些指指点点 包括皇室的八卦其实也不太能聊 对 我听说他们还有一个电视台 就是专门for皇室的 对 这也太厉害了吧 真的真的 我们有一个电视台就是专门在播皇室 每一天他们的一些活动啊 或者是他们有去参加什么慈善活动 出席什么公家机关的活动 或者是有去表演这种 所以你们在泰国人的皇室 其实是跟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是做一个非常紧密的连结 对 就是你们的皇室然后像我们在看电视也先可以先在新闻前面 先看到他们今天一整天的行程 然后那你们泰国人会不会觉得 追星 对追星想要跟他一样 他如果会弹钢琴我也想学钢琴 我今天去打高尔夫我也想打高尔夫 会吗 泰国人会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的像小公主他就会弹鼓钢琴 然后像我们的二公主他会写书法 其实他对于那个中国文化是就是蛮紧密的在做一些研究 那像我们的九世皇以前他是会吹沙克斯风跟爵士乐的 就他们都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些才艺跟爱好 那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我对他们很崇拜 那我可能就是比如说今天有公布 九世皇有在哪里吹沙克斯风啊 然后就会所有的民众就跑去听他的表演 对 所以他吹沙克斯风是可以大家 然后在那边一起像看明星的那一种感觉 天啊 所以你们那你们在地人有自己的那种明星吗 你们两个有追星过 对啊 你追星还是会比较喜欢追皇室 这应该要怎么说呢 我还是偏好追星耶 所以追皇室其实是那种爸爸妈妈类的 因为刚刚听你们这样讲 对对对 阿公阿嬷他们都会准时收看 今天小女儿又出来吹沙克斯风或在家写书吧 谈骨针 谈骨针 对不起 吹沙克斯风是 讲了没有一个对 整个傻眼 那我觉得还 这是一个跟我们台湾的文化是一个很不同的事情 像我们台湾不会去追政治 但是我们不会像泰国一样 真的是有一个新闻台 然后都是去看这一些政治人物 就是这些皇室的异天的行踪 我觉得不同的文化其实是一个 可以做一个很不同的交流 哇 阿萱你觉得今天的这一个 对我们原本今天是在教大家一些 就是泰文里面骂人的话 对啊 但是因为骂人的东西其实也不太好听 对而且在泰国有时候乱骂的话 还会被直接抓去关 关到现在都还没放出来 对所以我们也不在这边帮大家去做一些复习 我们只要知道说到了泰国有哪些话是可以说 哪些话是不能说 对然后你要记得有哪一些字 像男生就会有 E 然后 男生是I 男生是I 女生是E的那种方式你就知道 人家骂你知道这个就好了 然后看他的什么语气啊语调 你就会知道那其实那个人在生气 所以呢我们到了泰国最重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不要去踩到别人的地雷 然后尊重彼此的文化 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吗 记得按赞分享 留言 按赞加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